台詞 первof Vatan.com 接下來我們需要另外一個版本 從由登定居的價格來說明飛機生率來源到底是什麼 飛機的機翼跟外界空氣的交互作用 其實整個過程可以這樣解釋 飛機機翼下方的空氣因為飛機給往下壓了 所以它當然就產生了一個反作用力 往上推 它其實就直接提供了一個勝利 讓飛機可以真正飛在天空上面 這件事情直接解決了記憶的形狀 不需要在上下不對稱 它也可以是平直狀 同時還解決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剛剛有提到 當飛機倒過來飛的時候 我一樣可以利用我的物理定律 把這個故事說得更完整 但是啊 你會發現 它仍然還是有一個缺陷 我們會發現說 當飛機往前飛的時候 記憶上方有一個特定區域 是個低壓區 我們直接利用流分定律 是沒有辦法解釋 低壓區為什麼存在 所以我們仍然還是希望 能夠有更完整的順序 或是更完整的理論 能夠來幫助我們看待 生命到底是怎麼來的 玉琳,照你這樣仔細的分析 我仔細聽完以後 其實白魯麗跟油斷 好像有沒有什麼矛盾的地方 他們都有各自的道理 那到底有沒有一個 所謂完整的生命理論 科學家有沒有辦法找到這樣的理論 這個問題實在是問得太好了 我們到底有沒有一個 真正的完整 或是我們大家都比較容易接受的 生命理論 我們其實都發現說 工程師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用了 即使用盡 Mable-style equation 用盡 所有的計算流點醫學的方法 即便把那些氣壓 把那些流場 通通都給解決了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仍然還是沒有辦法 真正得到一個 讓我們覺得 基於事實 而且又能夠完成解釋的理論 確確實實不容易 完整的生命理論 到底存在嗎 2012年的時候 Dot MacLean 他就寫了一本書 叫做《搞懂空氣動力學》 他試圖利用很簡潔的方法 能夠讓所有的人都能夠理解 到底飛機就是怎麼飛上去 他在他的書裡面 的7.3.3集裡面 用了一個他覺得很簡潔的名稱 試圖想要用很簡潔的方法來說明 到底為什麼飛機可以想生勝利 他的名字就叫做 沒有技術背景的讀者 也能理解易 剖面勝利的簡要解釋 總共花了16個頁面 來試圖講這些事情 陳老師 現在要請你解釋清楚一頁 因為他文章裡面寫出 他用了16頁 我們在SA 科學人的這篇文章 其實也是輕巧暫寫的 而且 Dot MacLean 還翻出了 這第二運動經濟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好 其實事實上 2012年 Dot MacLean 講完這件事情以後 他事後還覺得 嗯 我談的可能還是不夠完整 所以他在2018年的時候 還在The Physics Teacher的期刊裡面 還補了兩道 特別在寫兩篇論文 來補充他前面 好像自己覺得語言不響的地方 我們先從圖上面回來看看 他到底怎麼講 實際上 他談的原理是這樣 他說 飛機要產生生力 主要有四個要素 第一個要素是 上面的空氣被加速 第二個要素是 下面的空氣被擠壓 上方的空氣被加速 所以這裡產生了低壓區 第四個要素就是 因為下方空氣被擠壓的關係 所以下方變成高壓區 因為上下有壓力差 所以他自然產生生力 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四個要素分別就是 上方流速快 下方被擠壓 上方有低壓 下方有高壓 這四個要素分別 一起來決定 飛機到底能不能產生生力 剛剛孟元有特別提到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其實講的是 我們在第二運動定律裡面 有提到 外力應該等於質量乘上加速度 我們可以從這裡看得出來 生力就是整體的外力 它來自於高壓跟低壓的壓力差 壓力差最後能夠幫助 依據定律 告訴我們說 外力會決定它的加速度 所以就決定 它的空氣往後游的加速度 當我們要倒回來想 你會發現 當這個地方被加速越嚴重的時候 這個低壓就會相對於下面高壓越明顯 壓力差其實就會越大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講 就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的角度 想要試圖回來解釋生力的存在 它根本就是一個外力跟壓力差 同時有一個相依存的關係 而且壓力差如果越大 它的加速度就可能越大 或者倒回來說 加速度越大 壓力差就會越大 可是你在這個地方 仍然會完完全全想不到的另外一個點 你會發現說 麥克林的解釋 沒有辦法去交代 到底為什麼下面這個地方 它會產生這樣的迷壓區 在它從頭到尾的解釋當中 完全沒有去提到迷壓區 到底什麼產生出來的 它機制到底是什麼 玉琳啊 那這個麥克林 它出了一本五百多頁的書 還寫了兩篇論文 事情就還沒有解決 那物理學家到底有沒有辦法 把這個生理理論 好好的做一個解釋呢 看起來黎琳確實也不是一個真的很簡單的工作 當然在這個論戰的過程裡面 還有另外一位專家 菲尼爾會提到的 就是我們講的 麻省理工學院的Mark Drenner 他也對這件事情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因為我們都會去質疑說 當空氣流到記憶上方的時候 為什麼空氣應該要乖乖跟著記憶這個形狀往後 Mark Drenner 就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認為這個地方 實際上空氣一上來以後 他會離開這個記憶表面附近 但是他同時因為立刻就會再拉回來 原因是因為這個區域 會因為空氣離開的瞬間產生真空 當真空產現以後 他自動再把這裡的空氣再拉回到他的表面 所以就保障了他一直不斷的 沿著這個表面往後走的 這整個動力學的行為 除此以外 這個區域如果一直保持低壓 Mark Drenner其實告訴我們說 他如果有一個低壓的效力在這個區域 他等於就是一個一直不斷把前面空氣往後吸的一個過程 所以他等於是低壓區域一直不斷地產生 就可以不斷地促進這裡的空氣再被加速進到這個區域來 所以他等於有點在間接解釋 上方的流速還是會比下方更快 上方的流動空氣會被加速的過程 實際上也沒有一個完整的圖像 如果我們一般人所期待的說 真的就能夠完整來把生意的解釋好 那我們這天 我們這天 這一期生的一部子版主義講了這麼多 其實裡面還提到愛因斯坦 所以剛剛這幾個空氣工藝學家或是物學家 都沒有辦法解決 請問愛因斯坦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嗎 愛因斯坦是一個極度聰明的人 他的確解過這樣的問題 那至於他解過問題的方法 我們等一下就給大家看 待會兒